再回到关心社会案件方面呢 台北山新庄昨天是发生了 有贪犯抢生意 抢到气起来竟然持刀砍人的案件 那么把对方砍成了重伤的这一名凶贤呢 竟然在事发之后呢 马上就落跑了 结果最后因为良心过意不去 没多久又跑回来跟警方投案 回到下午两点 派出所大门口突然出现一名陌生男子 才进门就朝着值班台 微微举起左手拿着这包东西 接着还比手画脚向原警解释 原来他在半个小时之前 和隔壁摊贩起了口角 一气之下竟然拿出包在袋子里的菜刀 朝着对方头部猛砍 当场造成两人重伤 想说可能也还没有人 拍手也还不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他拿这把刀 一边也想借由说 以自首的名义来投案的话 是不是可以减轻 所以才到拍手去做一个投案的动作 警方调查后发现原本两人就在市场摆摊 因为生意上的竞争关系 让他们时常发生口角 但谁没想到两个加起来超过100岁的老男人 竟然火气这么大 不但差点闹出人命 还吓坏市场所有摊伤 而61岁的肖信凶贤 在案发后立刻逃离现场 但没多久之后发现自己一定难逃法网 于是独自一人带着凶器来到派出所投案 就被为自己一时冲动 付出代价 中间新闻李明登 雪花川台北采访报导